距离12月18号四大公投 只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执政党现在总动员 从总统府到行政院 到党中央全面来出动 政府总统行政院长也请跑行程办说明会 呼吁民众投下四个不同意 台湾才会更有利 而且把这一次四大公投扭曲城市 国民党为了政治利益而刻意的炒作 不过真相真的是如此吗 对此中国董事长赵绍康喊出 四个同意就是民意 同意不吃莱猪 同意保护藻礁 同意重启核四 同意公投绑大雪 这四个同意都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但是执政党不仅听不进去 还一直跟民意来作对 政府官员仿佛就像是韩剧的鱿鱼游戏当中 穿着粉红色的工作服的士兵 只会服从上级的命令 而在今天晚间在凯达格兰大道上头 就举办了这个鱿鱼游戏 由赵首康来扮演剧中主角四五六号 台北市员的游书惠扮演了诡异娃娃 一起玩剧中经典的一二三木头人游戏 摇起民众一起走上街头 想应公投万圣节 而且到时候12月18号呢 踊跃投票 要把社会主流民意展现给政府看 因为我原来没有注意到鱿鱼游戏啦 后来他们跟我讲说是全世界收视率第一 他真的是全世界收视率第一 我刚刚跑到Netflix去看 那后来就发觉这个123木头人 很凶啊 没有吧 好可怕 那不太一样啦 我觉得不太一样 那没有杀死人嘛 那我想政治有时候不需要搞那么严肃 轻松一点嘛 特别今天万圣节 那就是说呢 这个一方面 就是说 他等于是欲教于乐 或是欲政于乐 我觉得有这样的味道 那主要还是要宣导12月18号 其实我认为不管你怎么样 都去投票 那当然啦 就是说你问我 我是觉得说 这其实就是对民进党政府 对蔡英文政府政策的不信任嘛 如果信任我干嘛要共同了 就是不信任嘛 而且有这么多人连署 而且这么热闹 而且逼着蔡英文赖金德 苏贞昌今天哇 这个几大巨头 南北奔波 其实他们应该好好搞他们的政治正事嘛 你政府官不就要做正事嘛 你搞什么几百场 苏贞昌说我每场都要去 哇这不累死他了 那他有什么时间 要管理这个正事呢 就表示你如果把你的正事搞好 就不会有这么多烦你的公投嘛 有这么多烦你的公投 就表示你的正事没做好 然后你再回过头来花一大堆时间 然后辩论 而且你辩什么论呢 电视上辩论不就好了吗 你干嘛要搞这么多场呢 本来就应该电视辩论了嘛 记得陈水扁那时候搞那个什么 什么入联公投反联公投 飞弹公投反飞弹公投等等 那时候我是反方啊 他搞公投我是反对的 那我们就辩论啊 在电视上辩论 蔡英文也有辩论啊 蔡英文是民主党代表 而且跟陈温倩辩了 我记得很清楚啊 高金树梅是代表我们这边的 那郭正亮代表那边的 我还跟郭正亮辩了 电视上辩论以后就最简单嘛 那民进党现在啪 就不敢辩论 只愿意发表证件 那有什么意思吗 当然辩论好嘛 他现在不敢辩论 然后就搞几百场 在那边宣导 我觉得有一点这个音小失大 有点本末倒置了 我还是建议民进党 赶快翻人悔悟 赶快举办几场电视辩论 好 没错 你是不是也觉得 应该来办几场辩论呢 好 如果你也觉得 是要办几场辩论嘛 欢迎你也留下您的意见 同时呢 公投催票 蓝绿两党现在各出其招 民进党砸大钱 全台要跑偷偷来宣讲 但是不敢在电视上来辩论 不过来看10月31号 才第二天就踢到铁板 民间团体在场外直接抗议 痛批政府用仇恨的语言 制造社会的对立 扭曲了公投的本意 在野党则怒轰 执政党根本是利用国家资源 反公投对抢名义 民进党砸大钱 要办三百场说明会 反公投 民间团体看不下去 直接上门踢管场外抗议 拒绝吞莱猪破坏藻礁 反对蔡政府的哑巴执政 从蔡总统 代副总统 苏贞昌院长 却是以竞选的语言 仇恨的语言 甚至鼓动民众的对立 那这个不是公民投票的本意 代党感慨 民进党是不是过贯吃香喝辣的日子 早忘了街头滋味 非常豪华的 这个说明会的说明场 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那么多国家资源 国家子弹去打 扶院党联手总统领军 大致仗砸下五千八百万 将举行三百场说明会 反观国民党 则是由议员罗志强 向友人商界一百五十万 才筹到开道保证金 要花五千八百万做大内宣 他们就是不敢启动一场听证会 同样身为在野党主席的柯文哲 也痛批民进党自打脸 破坏造交 来求能用稳定 根本说不通 国民党也启动花式吹票 中广董事长赵绍康 将在万圣节晚间 大玩鱿鱼游戏 带领四大公投闯通关 至于民怨到底有多深 一二一八就会揭晓 记者黄明俊 国家持续的上涨 中游现在也宣布 国内的油价从十月一号凌晨零点开始 再度调涨汽油 每公升零点一元 跟柴油每公升零点七元 汽油将是连续五个礼拜上涨 而九五五千汽油 每公升更直逼三十二元大关 也将创下七年来新高 现在小黄问奖叫苦连天 大喊真的快要活不下去 才刚刚苦苦撑过疫情 客运业者也直言了 不排除还有涨价可能 国际油价涨不停 这回又宣布要调涨 汽油每公升要涨0.1元 柴油则是每公升要涨0.7元 但这样涨下去 让问奖都快要 受不了 平均一天大概多了两三百块 没问题 那现在随便加了破千 吓死人 这个可能司机要跑路 少跑就少负担 多跑都负担 这周调涨油价后 925000汽油变成每公升30.2元 925000汽油则是每公升31.7元 985000汽油每公升33.7元 超级柴油则是每公升28元 创下七年新高 但油价也已经连续五周调涨 9月26号起 从每公升29.7元 已经涨到10月31号31.7元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就足足涨到2元之多 这样一直涨一直涨的话 说实在民生必需的话 一定跟着调涨啊 对不对 你增加机车司机的负担 说实在机车已经难赚了 你又不补助的话 难道你要叫机车司机去死吗 不只问讲快要撑不下去 受柴油飙涨影响的客运业者 同样伸手其害 光是油价成本就快五成了 所以说对客运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蛮大一个负担 相较于去年925000汽油 每公升不到20元 油比瓶装水还便宜 如今油价狂飙 就怕百姓的荷包 又要再说水 记者黄文娟学国豪台北报道 一只土鸡腿到底要多少钱呢 公务员协会前理事长李莱希 到市场买了两只的土鸡腿 居然要价508元 让他傻眼po文直呼救人呢 还点名了蔡总统 您知道民间的疾苦吗 我们实际到市场走一遭 民众表示说土鸡早就涨价一段时间 物价飞涨真的超级有感 手起到落土鸡腿大只又肥美 肉质鲜美Q弹 但你知道这样要多少钱吗 全国公务人员协会前理事长李莱希 30号在脸书贴出照片 说在花莲传统市场买了两只土鸡腿 竟然要508元 忍不住点名总统大人 知道民间疾苦吗 实际来到菜市场这处鸡肉摊 纸板上清楚写着一只土鸡腿200元 买两只更便宜380元 两只超过500连摊商都觉得离谱 再离谱比较离谱一点 大家赚比较多 一百多块两百多块都有 你要看G的大小只 土鸡品种和大小各有不同 价格当然也不一定 只是询问台北买菜民众 听到这个价格不以为意 因为土鸡价格早已飞涨 长到你有感觉 是已经长很久了 你要吃嘛 那你买了嘛 他搞不好饰料用得比较好 希望他能哲民修苦 能够吃到民间的几乎 不要坐在东东府里面 然后吃那个6万块钱的预餐 物价飞涨 民众有感 但为了生活还是有牙买下去 究竟是仅小民的哀嚎 政府听到了吗 记者张用词 蔡宇川台北花莲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